Hello 大家好 我是飛俠 今天就跟大家介紹這個Figurized Mechanics 除了出完這個小雲 就終於出回她的男朋友 但我都不記得她的男朋友叫什麼名字 其實之前在小雲那集都跟大家講過 因為她在玩具展的時候 已經一直展覽了小雲的同事 也都展覽了她的男朋友 其實她的男朋友好像是對面博士的機器人 我都不知跟側短先平做出來的樣子 我已經完全不記得了 但因為當年小時候 的確她的男朋友這個樣子是非常討好的 其實內裡的設計當然跟小雲是大同小異 沒有什麼特別大分野 你看大小 其實你會見到組裝的時候 很多零件都是共用的 所以你如果在純粹組裝的角度 就不是有什麼特別大的期望 但當然為小雲找回一個盤 就要賣回來去組裝 那你會看看 環顧她本身的設定 那你會看到下服設定 和大家轉個圈 那其實我覺得她這一款 男朋友這一款 的裝備是簡陋一點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其實小雲這款本身 好像有跟著透明的裝飾 就是你可以組裝的透明版 就是組裝外觀的透明 可以看到裡面的所有的 而這個男朋友這一款 就完全是沒有任何透明的配件可以做的 所以呢 直接就是組裝到這樣 就是拿著手掌 或者兩個拳頭 或者是 只是換了一個奶樽 這個位置 那就沒有其他東西可以玩的了 那當然 而在這一刻 她的定價 就已經去到跟小雲 開始差不多 那如果真的買的角度 就值得等一等的 因為 去到百四元買她 當然是因為我想跟小雲 找回一個盤而已 但是又不是說 那麼快 就是需要 如果去到她減配的情況下 是不是值得馬上去入手呢 我覺得不是很是 那她很有趣的 她又跟了這個 小雲的樣子的配件 她們那個時候 好像整天是不是交換頭 那樣的 可能她裡面的設定 經常交換了頭 那你會見到 她那本 說明書 就說 兩個頭去交換 又不同的樣子 那麼她給了多了一個小雲的樣子 那就可以套回 是好像凹嘴那樣 套回到她的頭髮 那方面 她跟小雲改裝的 那變了 我覺得 她預計 一開始就會買完兩盒 那當然好像我這樣 也是買完兩盒 那這個就是她的特殊設定 但是 你問我 那個 造工方面 亦都可以是不上色 你可以留意到 現在其實純粹是一個 就是素組的情況下 她沒有說 令到那些顏色特別暗 因為她 好像平時一些 Bandai 典型的高達 Gundam 系列 你一不上色 很多的很多款 的確是跟上色的差距 是相差得幾遠的 但是在Figurized Mechanic 的世界裡面 so far我買這麼多的 多啦A夢 即是她的時光機 你可能在線條上 你可以加上很多 少少的 即是 幫補一下 但是我覺得 在整體來說 她 已經達到八九成的水準 不需要刻意去 營造一個 再上色 去做一輪功夫的東西 如果在小朋友的角度 也都可以做到的 這款我花了大概 半個小時 就已經砌好了 的確是 在製作的時間 是非常之快的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小朋友 即是 跟她一起砌的角度來講 是容易做得到的 如果你跟小朋友砌 我預期 一個小時 那我跟我兩個女兒 砌 她們一時時 看她們的狀態 她們經常都是砌 Haro 熊仔 Bear Guy 每次都是砌三個字 就砌完的 我相信這款 可能她就要砌了一個小時 這個大概 你可以拿時間去參考 但是 我會期待著 她一直都會出一些不同的 即是 除了 Gundam 現在出多 出完IQ博士 你會一直都 出一些 可能我們小小的 大人來講 小小的 會一直有的 figure 都會陸陸陸陸陸陸陸出現 我相信 希望 會在筆弓的將來 出兩三隻小吉 那樣 她應該都會 或者 宇宙大王 可能都會是一個 幾有趣的 的series 那我今天呢 就講到這裏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在下面留言 subscribe share channel 按一按鐘 收回相關的諧訊 拜拜